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酒吧新闻台的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杰米林之成 我们今天要聊早餐吃什么 那有一群人他就觉得早餐应该要吃麦片 那其中的有两个人 他们就在网路上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就叫做早餐吃麦片 今天请到这个早餐吃麦片的两位共同创办人 首先是乌中荣Jeffrey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Jeffrey 另外是他的共同创办人 曾哲如Jake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Jake 好在聊这个早餐吃麦片 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创业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过去一周全球重点的科技新闻 首先是来自美国的新闻 纽约时报突然登了一篇报导 访问了很多Amazon Amazon就是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访问了很多Amazon的现任跟前任的员工 然后去描绘出了一个Amazon工作的环境跟企业文化 然后基本上他就说这个公司是严苛没有人情味的 然后公司里面是非常冷血的 然后对员工要求非常苛刻的 而且里面员工每次都互相跟老板打小报告 大家互相捅彼此的背 有人说这个是创办人Jeff Bezos弄出来的 叫做一种刻意的达尔文主义 他举例说有些员工因为流产 因为罹患癌症或是家人有生病 然后就会在团队里面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甚至有时候就会被迫离开 然后他说这个公司基本上是要求 你一个礼拜至少要工作80个小时 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全新投入工作 大家就觉得你很弱 然后在这个每年度的review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被打很坏的分数 那明年就会离开了 然后来媒体去找创办人Jeff Bezos聊 那他就很惊讶地表示说 这不是我认识的Amazon 如果他说如果有任何人会在这种环境工作 他一定是疯了 或者是会选择离职 那他也呼吁整个Amazon 如果有感受到这种压力的人 可以写信跟他反应 那另外也有Amazon的这个中阶主管 出来在LinkedIn上面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那一点一点的反驳 纽约时报这边的控诉 那另外同页也有像这个推特前CEO 或者是知名的矽谷创造家 Mark Andreessen表示 他说有时候如果要成就一个伟大的公司 那可能整个全体的团队 就是要非常努力的奉献才能够达到 英文叫做 让这个巨颠覆性的公司 这么巨颠覆性 也就是他们上下一期非常努力 这边我们就要来问一下 我们今天请到的网路公司的CEO 早餐吃卖片的执行长 乌中荣Jeffrey Jeffrey你觉得这种每周工作80 要求员工每周工作80个小时 这个在网路公司里面是很病态的吗 还是说其实很多网路公司 大家都很拼命 我觉得80个小时 我听到的时候是真的是有点shock 你自己每周工作几个小时 你有算过吗 80个小时的话 等于是每天都要工作12 11个小时 我自己的话大概除了礼拜天以外 其他的时间大概就差不多 10个小时上下 所以你一个礼拜工作60个小时上下 一个礼拜对差不多 但我觉得这个 这个学问蛮有趣的是说 第一个当然不知道 他的报道是怎么评断的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 就我所知在一般的网路公司 尤其在台湾 那个创办人本身是会 当然会工作的时数会比较久一点 但是其实员工来说的话 一周可能60个小时可能 50个小时60个小时可能就差不多 虽然还是会比一般的辛苦 但其实我个人比较 比较认同那个Mark Anderson讲的 就是很多网路公司 尤其在国外的 那个台湾的其实也是 就是他要做的是一个很新的事情 然后也需要很多很多人来尝试 然后维持高品质的工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比较难想象的到 如何工作时数很少 然后又达到 你想要开创市场 或者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会不会是因为竞争的关系啊 Jack 就是像你们会这么努力工作的原因 除了工作量之外 会不会是因为市场其实是很竞争的 我觉得竞争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觉得像我们是在网路上面卖卖片嘛 但其实卖片本来就是 在我们这个公司开之前 本来就在很多PC Home啊 Momo啊其实都买得到 那PC Home Momo的服务其实也都很好 选择也都算OK 所以要如何跟这种非常大的公司 很有资源的公司竞争 就变成是我们很重要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当然有列出一些 就是我们可以比他们做了更多的地方 那但这些其实都蛮花时间的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 造成高公司的原因之一 所以市场很竞争 然后你是新创团队又比较没有资源 那只好花更多的时间去拼命努力 对 好但如果有一天你们像Amazon这么成功呢 听说Jeffrey有台湾贝佐斯之称 小民小民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天像Amazon这么成功 你还会要求你的全部员工都这么拼命吗 我其实 我其实会希望是 就是我觉得美国公司最吸引人的地方是 就是就算是大公司也非常的 也非常的拼命跟创新 我觉得这是他们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没有已经赚钱 或是可以赚钱就留着吃老本 然后让员工可能 当然员工都一定福利很好 或者是虽然公司比较长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他们把把要做的事情的时间 跟目标拉的比较长 所以他会愿意去努力 就算公司很大也一样 或者是说 如果他就是认同Amazon这个远景 想要成为全世界最大而且服务最好的网络零售商 他就认同 所以他进来公司就算一个礼拜工作 七十八小时 他也不觉得是很辛苦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 而且我之前看到另外一篇报道 他就在讲说Amazon 你有没有可能生活很轻松 如果你在Amazon Google或是Uber 这种美国的大公司工作 那里面提到一个蛮特别的点是 像这些公司其实也都会吸引 在台湾我们可能说工作狂 但他讲的应该是说认同愿景 而且愿意奉献自己很多的时间 在这上面的人 那对他们来说 他们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好第二个新闻是Facebook新闻 比较轻松 Facebook把行动直播这样的功能 以前本来是名人专属的 那打开了之后呢 其实在台湾也获得蛮多艺人采用 像台湾的我看到有什么像陶金银 像这个方文林等都有去 还有这个Machi大哥都有去做直播 那Facebook现在也决定要开这个权限给更多 更多人使用了 只要页面经过认证的公众 都是可以使用这个直播去跟他的粉丝沟通的 那其实在Facebook做直播之前 在美国市场已经有 Meerkat跟Periscope这两家直播公司 那Twitter是收购了Periscope这家公司 那在台湾也有台湾我们Buntu的E7 也是在做直播 那Meerkat现在估值是5200万美金 那Periscope是在推出不到四个月 就破了千万使用者 那Facebook也引爆一个话题 所以看来现在手机直播 会是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战场 杰克你是在早餐吃卖片 是负责社群操作的嘛 对不对 对 你觉得直播这件事情会变成未来 很重要一个 不管是名人或是企业 去经营粉丝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吗 我觉得会 对 就是用这种方式 你可以更直接的跟你的粉丝互动 而且是及时的 可是你会觉得很累啊 就是你 就是现在就已经贴文章 然后找图就已经很辛苦了 以后还要直播演戏给粉丝看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一定是会 但想到那些真正的名人 他们应该才是最辛苦的 像是比如说主持人你这样的话 可能你也要弄一个直播 这样你可能就有更多的粉丝 可以直接跟你在线上问问题 所以我们以后来录广播一边 还要再直播 好累 就手机拿着 对 好 反正这个就是水网低触流 世界就是往那边去 我们也只好跟着他走 最后一则新闻 推特决定要跟媒体出版商合作 前进亚洲跟中东地区 推特在上一季 总算增加了比较多会员 1400万会员 那现在正准备要大力进军 我们说处在亚洲 那其中台湾也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决定要来的市场 那推特策略是跟当地的 媒体出版商合作 就可能是新闻网站 这些服务商 那引导他们使用 推特的微网制 卖这个短片的服务 Periscope 我刚才讲的是直播工具 希望能够增加 帮这些媒体公司 增加更多的追随者 那也帮推特产生更多 英文以外的优质内容 提高粘着度 好 这是美国的 可以说是第二大社群网站 推特决定要来亚洲了 Jack怎么看 我觉得还有机会吗 都已经打到这个时候了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机会 因为从之前 那个过往的经验来看 我们其实台湾也有 本土的那个 类似推特的服务 叫铺浪 那之前他们在台湾 也是做的蛮好的 对 也是身边有很多人在用 对 所以我觉得 推特来台湾的话是更好 然后再加上 他毕竟是 他跟当初的铺浪比起来 他有更多国际化的 其实就是国际名人 然后有更多的内容 对 这个 我觉得对台湾的使用者来讲 是一大福音 像你比如 你是有没有公司 在经营社群的人 你不会觉得说 哇天啊 又多一个平台要经营 对啊 从上次的新闻到现在 他已经多一个直播要经营了 现在又多一个平台 但我觉得也不错 反正我们有经营社群的人 其实我们就是 无处不找机会 跟使用者互动 只要使用者愿意跟我们聊天 不管是 不管是 声音的也好 影片的也好 文字的也好 我们都很愿意跟你们聊天 OK 所以反正就是经营社群 就是一种奉献就对了 只要用户想要用什么 我就陪你玩 对 OK 好 刚 Jack已经跟我们透露 说早餐吃卖片 就在网路上卖卖片的 不过我想 可能还是可以讲的更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先请这个扮演CEO角色的Jeffrey 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早餐吃卖片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 大家好 我们是那个早餐吃卖片 我是Jeffrey 早餐吃卖片呢 是我们针对就是台湾的比较苦闷的上班族 所推出的非常好的服务 就是第一点 我们等于是提供一个健康早餐方便的solution 那只是我们用卖片 我们觉得卖片是现在台湾人 尤其是上班族非常需要的一个早餐种类 当然他不只可以早餐吃 他可以下午吃 然后甚至我们很多消费者跟我们说 他晚上他也想要吃卖片 那事实上 那我们跟一般PCOMO有什么不一样 老实说 如果你现在上我们的网站 我们上面的可以选到的卖片种类是 不管在实体或是网路上面找到最多的 就是所以你们专注在卖片 所以卖片的种类最丰富就对了 对我们卖片种类第一个是最丰富 然后除了像第二点是因为 我们每个客服 或是我们里面的每个人 都是非常了解卖片的品项 都是卖片专家 对然后也知道为什么大家想要吃卖片 比如说想要方便 想要瘦身 想要降鞋子 或者是有运动的人也会喜欢吃 所以当今天在客服服务的时候 当别人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回答 而且快速的回答别人问题 这个是一般现在可能比较大型的 综合什么都卖的通路比较做不到 对那另外一点是说 因为我们之前 其实有做过另外一个网站 叫做爱健康 那从爱健康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跟营养师还有医生 都有维持一定的关系 我们也知道大家对于在健康需求方面 不管是上班族或者是妈妈 甚至是年轻人都有什么样的需求 是没有被满足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台湾早餐事实上蛮妙的 就是早餐店非常多 搞不好是全世界秘籍度最高的 超多 超级无敌多 就是随处步早餐店 然后每一家也都还活得下来 其实是一个奇迹 那其实如果仔细去看 早餐店里面的食物都是比较油 都是油煎的啦 油煎的 而且通常原料你真的都不知道那是哪里 它那个汉堡肉真的都不知道哪里来的 对 事实上你也还真的看不到 它是什么工厂制作 然后原料哪里来 这些都是没有很安心 那加上之前食安的关系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之前其实 我们就有在做那个爱健康的时候 我们就有研究过一下市场 是现在其实台湾卖片 之前的话可能贵格的打烟卖片 然后或者是 大家对卖片的印象 第一个就是打烟卖片 第二个是那种五颜六色的卖片 就是玉米片吧 玉米片 对对 但对其实对一般消费者来 它分不出来 对他们来说都是卖片 没有分业卖片或卖片 但其实我觉得台湾人蛮可惜的 是国外其实有非常多种类的卖片 是比较好吃的 因为当然卖片可能就是没味道 但它健康 但是像那种玉米片 它可能是好吃 但是很不健康 糖分超高 糖分超高 通常他们就会加那个高国糖糖加 然后也会加人造色素这样 那我们在中间我们后来知道 而且我们自己到可能会看一些国外还没有进来台湾的卖片 我们就会觉得说诶 试吃之后发现 诶原来这个那么好吃 而且它的成分什么都是天然 换算价格下来 其实比你去早餐店买还要便宜 我们就觉得诶 这个是很适合在网上做的东西 所以又健康又好吃又便宜 那何不为之 然后所以你们在收集了很多很多网路上最多的卖片 然后就把它开成一家网站 大家可以去上面简单的买到他想要吃的早餐吃卖片 对 好我们这边请到的是早餐吃卖片 两位共同创办 吴仲荣Jeffrey跟曾哲如Jake 到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请他要跟我们介绍有哪边国家来的好吃卖片 欢迎来到酒吧新闻台的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 杰米林之诚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早餐店的店长 是在网路上很受欢迎的一个网站 叫做早餐吃卖片 两位共同创办 吴仲荣Jeffrey跟曾哲如Jake 跟我们聊到他们在做这个服务 所以刚Jeffrey讲到 其实卖片又好吃又营养 其实价钱算起来也比去早餐店买便宜 那Jake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说 在你们网站上可以找到什么有趣的卖片 比如说最受欢迎的是 最受欢迎的 我们其实最一开始我们是上了一点点的卖片 然后我们有一个系列就是水果方面的口味 就是卖的非常的好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上了就是有蔓越莓 还有葡萄口味 还有一个是什么 蓝莓 对 就是最一开始这些 然后发现就是市场反应很好之后 然后我们就想说找更多水果的口味 就是我们也希望在这边能够提供比较多的选择给大家 那发现就是几乎每一种水果就是台湾消费者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大家比较不喜欢吃像那个Jeffrey刚刚讲的大燕麦片这种 就是只有麦片了 大家比较喜欢吃是就是本来就已经有帮你加好水果的 对 那这些麦片通常是从不是台湾产的吧是进口的吧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然后美国和欧洲都有 欧洲那边比较多 英国和德国的 英国和德国的最多 所以现在主要麦片如果我在你们网站能够买到的话 主要比较多的是英国跟德国的 Jeffrey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为什么英国跟德国麦片特别好吃吗 其实应该是说英国事实上是麦片最普及的国家 其实比美国还要普及 真的 所以它的种类自然而然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们也是特别喜欢吃加水果这样的种类 他们其实我觉得国外的麦片发展的非常多 就是他们甚至还会加一些营养素像种B群 就是他会针对不同的健康需求去加 所以他们应该是种的太多了 所以就是因为太普遍了 大家很喜欢吃 所以就各种各样的都跑出来 所以你们在挑的时候你还得挑说 台湾市场现在可能会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 我们会 那这边我们主要就是透过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跟消费者的互动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如果你上Facebook可以搜寻早餐吃麦片 我们有一个15万人的粉丝团 那我们都会跟粉丝去讨论说 他们最近有没有想吃什么特别喜欢的口味 所以这就有点像是一般人在讲互联网创业贴着市场开发 你们是贴着市场开发产品这样 对我们贴着使用者开发产品 OK 借口知道你们还有做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叫卖片女孩 是不是这又是什么东西 对 因为我们的麦片 就像刚刚Jeffrey所说的 我们的麦片不是一般比较常见的 那个玉米片跟大叶麦片 那我们为了要介绍这个麦片的吃法 然后还有真实的呈现 我们这些比较特别的麦片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就用现在比较流行的方式 我们只有找一些素人来写开箱文 那开箱文其实就是 我们把产品寄给那个消费者 然后消费者就把那个产品打开 然后每一个打开的步骤 然后都拍一张照片 所以你会看到 所以真的是像3C产品的开箱文这样 对 不会那么裸露 什么鬼 好 对我们是走一种比较文青跟质感的路线 对跟一般的3C不太一样 所以它是衣服穿得很好的开箱文 然后它是真的在开这个麦片 开箱 对不是女孩开箱 对 但是是麦片女孩 对 对我们称之为麦片女孩 那麦片女孩其实都 很热衷在我们的产品 然后也很热心在 所以它要示范给大家看说 这个麦片要怎么泡 一般的麦片是怎么泡 要泡热水还是热牛奶 没有没有没有 泡热水这个就比较old school的走法 我们通常都是走加豆浆或者是加牛奶 那因为麦片有很多是年轻女生在吃 那年轻女生通常会比较在乎热量 所以他们 他们也会跟我们反映说 就是我会加无糖的豆浆 对 所以现在流行的是加无糖豆浆 然后是要加热吗 还是说常温的或是冰的加进去也可以 冰的和热的其实都OK 那现在听到比较多是吃冰的 对因为也跟现在天气比较热有关 对所以现在新的这种麦片是 我加冰的进去泡还是会软 不用用热水再泡 对对对 OK然后所以就加冰的豆浆加下去 然后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对 这非常方便 所以是基本上打开加下去 就很像玉米片这样马上就可以吃了 对 OK 没错 然后你就请他们开箱 然后写成部落格文章还是 对我们就请他写成部落格文章 那通常他们都 不只是介绍吃法而已 都会把很多 顺便还自己介绍自己的年龄身高 听到没有 这倒是没有 但通常会把他的麦片 融入到他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 就会讲说 今天早上起来 然后可能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 然后我的早餐是怎么样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干嘛 干嘛干嘛 OK 所以现在的年轻女生都很感秀 是不是Jeffrey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就想知道说 因为我们原本这专业就是希望大家分享 所以现在很多可能部落格树人什么 他可能是厂商有费用的赞助的开箱 他是业配文 对但其实对我们而言 我们是就是没有任何费用 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是在测试说 这群喜欢健康天然的的人 他是不是会愿意到今天没有费用的情况下 他也会愿意分享 给他的朋友这种 因为我们有发现对于年轻人而言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生活形态 他会觉得 我这种生活形态就是比较好 乐活这样 所以这群女生就是 他们通常是社群里面意见领袖 也都很敢秀 然后 不太会计较说 可能一定要有费用还是怎么样 他就会愿意分享 所以这样的使用者帮你分享的这种效果是好的吗 就是这个比起你们自己去做社群的经营 或者自己去投放广告 其实在这个社群媒体时代 透过用户自己去分享 是不是效果还更好 对效果更好 而且我们每一次po一篇新的卖片女孩的文章出去 就是一篇开箱文出去 结果就会引来更多卖片女孩的报名 就是会更多人想要报名当卖片女孩 对对对 卖片女孩的报名 就是有点像是如雪片般的 现在 你都消化不了就对 对我们是另外一个同事在负责这一块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那些女孩讲说 我们其实不是 不是那个 什么作业的流程很久 会故意是要掉你们的胃口 没有是真的太多人申请 那我们人手不够 所以才会让他们等那么久 OK 所以就是大家都很想要当那个分享卖片的那个主角 对对对 OK 所以没有年轻人不敢修问题 然后对你们来讲 你们也效果也很好 所以你们何乐而不为 如果有人想要分享 你们就尽量让大家有机会分享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 所以杰弗里你会认为 你会建议多数的 就是公司或品牌都 有这种类似卖片女孩这样的行销策略吗 还是说你觉得这个是卖片这样的产品非常特别的特性 我觉得这其实某个层面就有点像是社群操作 就是然后让你的消费者为你发声 我觉得可能是下十年每个品牌都要思考的事情 就是你如何让你的消费在网上 因为像现在资讯那么快 那么快速的流通 所以如果你可以让别人帮你发声 那事实上是就好像就我们所知道 可能有很多好的品牌 消费者其实自己都会在网上帮忙分享 那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要到大品牌 那我觉得对于品牌来说 如何在互联网上面 有这种操作 或是找到一群喜欢你的人 让他帮你们发声是很重要 而且是不是变成 有的时候花钱买的东西 反正效果还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有时候花钱买东西 反而是他第一个他的成效很短 就是老实说 就是那个 他通常没那么长效 然后以扩散来说的话 也比较不容易 像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有一个卖片女孩出去 就吸引很多卖片女孩回来 就是他通常也不一定会有病毒效应 所以就是当然广告 的投资 有时候还是得投资 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让用户帮你发声 他对于品牌的提升 对于行销 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参与感 好 聊天我们要休息一下 待会来我们请 Jeffrey跟Jack 跟我们讲讲 早餐吃卖片 未来还要吃什么 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的 客气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 杰米林之成 我们今天请到节目中的是 网路上颇受欢迎的一个 电子商务的网站 叫做早餐吃卖片 请到的是两位共同创办人 乌中荣 Jeffrey跟曾哲如 Jack 刚刚跟我们介绍了 其实卖片里面 也蛮有学问的 现在台湾人喜欢健康 喜欢控制血脂肪 是不是 学脂肪 控制血脂肪 胆固醇 胆固醇的 就很多人会选择 早餐要吃卖片 主要是喜欢的口味 像是有加水果的 从英国跟德国进口的 所以你们有算过 你们现在一个月 可以卖出多少卖片吗 其实是有啦 我们觉得这数字算是 算是小小惊人 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月 大概可以卖出 两万包的卖片 两万包 就是变成说台湾每 一千个人就有一个人 一个月吃了一个你的卖片 如果每个人都买一包的话 对 这也算还蛮厉害的啦 谢谢 那往前走的 就一直卖卖片吗 还是会有早餐喝豆浆 早餐吃油条 之类的 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卖一些 那个就是豆浆油条 不是豆浆鲜奶 卖豆浆鲜奶 就是可以加卖片的东西 对 目前是这样衍生 对 就是一样是维持健康天然的 这个概念 对 但因为像我刚才提到 就是我们之前有开过一个 那个爱健康站 对 所以未来事实上也不排斥 就是针对除了卖片以外的品项 再去开启他的新的站 OK 所以现在等于说卖片 你们实验成功 但是可能短期之间这个网站 是成长还很快 所以你们也不急着做别的事情 对 而且我们最近有另外一个计划是说 因为刚好那个台湾在推那个粮食在地化 因为台湾事实上很多本土粮食 都自己产都不够 对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用台湾的小麦 或是台湾的业麦来做自己的品牌 OK 所以回过头来可能会去开发自己的卖片品牌 那Jake你这边呢 社群操作这边会做卖片男孩 还是卖片婆婆 事实上卖片女孩这个专案 的确是有收到一些男生 然后跟 真的想要卖片男孩 对 他们就自己想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报名卖片大叔 或者是卖片阿姨这样子 卖片工程师 对 就是其实真的我们发现 有在吃卖片的人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 对 那还有 像刚刚讲到卖片女孩 是比较偏文章方面的东西 那因为卖片这个东西它有很多种变化 对 你可以加各种水果 你还可以加优格 嗯 然后甚至有的人会加一些其他什么 坚果啊那些 嗯 对 其实这些我们网站上面也都买得到 对 那 呃 组合在一起之后 其实那个画面很好看 嗯 所以有很多人 他把他组在一起 他会在吃之前的 先帮他拍张照 先拍再吃就对 对 先拍再吃卖片 那我们就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 我们也有经营一个 Instagram的频道 那也叫做早餐吃卖片 那上面就有很多是 呃 我们的客人 他自己拍的照片 那我们 我们看了也觉得很惊讶 就是哇 消费者大家都很有创意 就是会把卖片拍得非常的 漂亮 对 对 对 可口这样 对 嗯 好 所以以后就会继续做这些社群的操作 对 好 那节目最后一两分钟时间 我想要来问问这两位创业者 其实 创业到现在 算算起来 Jeffrey你们创业到现在也是三年多 是不是 接近四年 接近四年了 你回头如果现在 呃 碰到当年年轻的Jeffrey正准备要创业 这四年来的经验 你会提醒他什么事情 我刚好其实最近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应该会跟年轻的Jeffrey说 速度要快一点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跟 虽然我一定会想要跟他讲说 不要犯什么错 不要犯什么错 但我觉得这些都难以避免 嗯 对 所以错还是一定要错 但是 如果速度快一点的话 就可以更快的过来 搅完学费 对 开始逼也 对 erdأن你会跟年轻的 plup hea certainly说什么 交个女朋友 哈哈哈哈哈 哦那不只是跟年轻的女朋友 现在也可以这样讲 对 我会跟年轻的自己讲说 要尝试更多新的东西 那同时也是速度快一点 所以就是说 如果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速度可以快一点的话 就可以多犯一点错 然后多学点东西 对 那你会后悔 就是这过程中做任何事情 你有后悔过吗 就是说 如果不要做那件事就好了 多少应该有一些 一些事情是有一点点 就是想说 如果当初 当初有这样的时候好 或是当初不要这样子做 应该会更好 有没有一件大事跟大家 最让你后悔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们 在上一个网站 那个做爱健康的时候 我们曾经想说 我们先写文章 然后先写文章来吸引那个读者 然后最后面再 我们可能可以推荐一些东西 然后让读者可以变成消费者 就是来卖我们的东西 那我们发现 我们事后来看 我们发现我们当初写的那个文章 有点太顺利了 文章写得太顺利之后 我们就有点太 花太多时间在写文章 这件事情 对 我们写文章写得太久了 对 我们其实原本应该是 可能写两三个月的文章 我们就可以来尝试买东西 因为毕竟我们初衷 其实是要买东西 对 但结果我们写文章写了 差不多有快要一年 所以就成功是最差劲的老师 因为你觉得他可以 因为我们文章才刚开始写一个月 然后就有一个出版社来找我们说 你要不要出书 那后来又有一些其他的媒体说 要不要上他们的频道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忘了自己的初衷 然后继续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文章上面 就是创业过程中有时候是被机会拉着跑 反而不是缺乏机会而饿死 对 仔细回想起来 应该只有这个是比较大的错 其他的应该都还好 那那个希望往前走 你们记取你们之前的教训 但是也更勇敢的尝试东西 如果犯错还是可以学习 对 莫忘初衷 然后希望大家早餐可以多吃麦片 一定要 谢谢两位我们下周见